你的黑眼圈 大概只要是因為有點眼袋 跟這個下面有效 他剛剛說我是臥槽 這邊有打 這邊沒打 差超多的耶 哈囉 各位大家好 我是小向 小向呢 要來處理一個 我困擾很久的問題 就是我的黑眼圈 來看一下我的眼睛 有沒有看到 很恐怖吧 這個問題已經困擾我很久 大概從國中開始到現在吧 所以我這次非常不要臉的 又跑來問聖姨徵手了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可以 就是處理黑眼圈的方式 有上百個粉絲有跟我講說 我的黑眼圈非常重 其實我也不是睡不飽 從小到大都這個樣子 那藉由這次機會 我就要來好好記錄一下 讓你們看一下 怎麼處理你的黑眼圈 就是他們桃園新店 就是我覺得還蠻大的耶 哇哦 等一下等一下 Sorry 我忘記戴口罩了 OK 好了搞定 再按一次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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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光臨 妳好 有預約嗎 有 我來治療黑眼圈 這邊一樣幫我手部稍微 有 有 你要喝茶或是鹹嗎 我要喝茶 我自己有跟他們討論 就是他們要用玻尿酸 跟治療黑眼圈療程去改善 這個皮膚黯淡的部分 還有就是淚溝 其實我一直不知道 為什麼黑眼圈會那麼重 我也沒有過敏 我也沒有熬夜 我一直覺得很奇妙 雖然這次可以讓我的黑眼圈消掉 至少讓它亮一點也好吧 對不對 嗯 就看起來比較有精神 可能要幫我戴個髮褲 好的 手招可能要麻煩妳幫我拿下來 好 對 等一下我們會拍五面箱之外 還要拍低頭跟抬頭 好 因為才知道你的leggo到底是有多深 或是說角度的問題兩邊 是不是哪邊比較不一樣這樣 我問題蠻多的 不會啊 可是我還蠻喜歡你的臥蠶 是不是 真的要有錢嘛 會不會打掉之後就沒錢啦 不會吧 不會啊 我們不會打到臥蠶 因為臥蠶是肌肉的問題 所以我們不太會針對那個地方 所以我的肌肉群算不錯 但是臥蠶它不是 這是眼袋 不是眼袋 對很多人都以為它是眼袋 對不是眼袋 這是臥蠶 來看 嗨醫生 嗨 嗨 我今天要治療我的黑眼圈 OK 沒問題 就這樣喔 醫生 拜託 幫我看一下我黑眼圈該怎麼辦 OK 我看一下 你的黑眼圈 大概只要是因為有點眼袋 跟這個下面有一些套 他剛剛說我是臥蠶 沒有啦 這個很多人都看不太清楚 這裡這個 這個是臥蠶 但是這一塊是有一點點眼袋 這一塊小小一點點凸的地方 下面那個地方嗎 那我們一般講的類勾就是這邊的凹陷 這個凹陷會造成一個陰影感 陰影感就覺得是黑眼圈 通常我們就是說 希望它比較飽滿一點 低頭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很黑 然後我拍頭 照鏡子就 光打下來就沒有了 其實是因為凹陷造成一個陰影感 所以我要拍照這樣拍 如果都可以的話 就不會有黑眼圈 好 耶 找到姐姐方式了 如果你以後這樣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回家 所以如果說你之後 想要說拍照看起來 不會有那個陰影感的話 其實就是把這邊 用一些全充的東西 讓它比較補滿 然後它就不會有很明顯的一個陰影感 了解 所以它就看起來比較有精神 OK 沒問題 那直接來嗎 這麼快嗎 OK啊 好 那我們就交給醫師吧 OK 我要上手術台了 好 好 他說 要先雷射 再打破尿酸 再打破尿酸 這是正確的順序 對啊 對齊 我們跳錯床了 去另外一床床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 我太高了耶怎麼辦 對耶 黑手的有這麼高 對不起 我沒有地方躺了 那你可能要腳要收一下 哈哈哈哈 後秀啊 我太高了 我太高了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 黑眼圈淨膚蕾色 好 OK OK 我們先幫你眼睛稍微遮一下 遮上面一點點 好 它會很亮是不是 不會不會 就說明成為 �isy言 它會不會 對 嗯 我聞到燒焦的味道 恩 盡量不要讓它火燒起來 應該是不會燒起來 燒起來 就把我撥火 沒有 其實它有點像 鑪皮筋 在打 只會 可是也沒有那麼大力的香皮筋欸 是因為沒有開很強 要打力一點是可算 雷射不需要 好 OK 這麼快就結束了喔 太快了吧 雷射也剩下這樣子 那麼結束呢 好的 那我就起來吧 我們瞬間又回到 就是熟悉的場景 剛剛打完就是進敷雷射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 這是 這兩個 醫生這兩個是什麼 我看不懂 這兩個都是玻尿酸喔 這個是台灣的海德麗石 這個是RESTYLAND的VETA LIFE 好的 那我現在就是要做玻尿酸的部分 這個比較像橡皮筋打的感覺 這個橡皮筋很大條 好 我們先來一點點 嗚呼呼呼 很奇怪的感覺 我可以看鏡子嗎 可以了 我們現在是左邊跟右邊的差別 這邊有打這邊沒打 差超多的耶 好啦 雖然那個痘痘有點明顯 都沒關係的啦 今天呢小巷呢只是初階段 因為我們要做那個雷射 還要再做兩次 然後我們就是每一個月做一次 那三個月之後呢 就可以告訴你們 整個最後的結果是怎樣了 那我們就靜靜期待吧 謝謝醫生 我們下個月見 掰掰 哈囉 現在呢小巷又回來了 第二個月 也是第二次要來打雷射 就上次不是打完這邊嗎 就剛好眼睛下放 然後我們的醫生來了 然後我就躺下去吧 今天呢小巷要來做最後一次的 黑眼圈雷射禁膚 就是最後一次這邊雷射部分 這一塊 現在已經11月了 然後我們從第一次的9月開始 到現在已經3個月了 然後其實我覺得 在這部分雷射部分的話 可能還是要持續做下去 會比較明顯 那我在玻尿酸的部分 其實真的比較突出 那我們今天就來做最後一次 然後等雷射禁膚 大概過一個禮拜之後 我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次的就是黑眼圈療程 的心得 哈囉 今天呢 是小巷在最後一次打雷射過後的7天 其實小巷有做就是填充 跟三次雷射 那這個期間呢 大概已經有過了 三個多月了喔 三個月到四個月 滿久的 因為它其實需要一步一步 慢慢去矯正 改善我們的黑色素沉澱 還有我們的凹陷部分 那小巷黑眼圈呢 其實我有覺得它 有開始慢慢的比較淡一點 但當然沒有完全 就是沒有完全消失 我現在是完全沒有化妝狀態喔 可能你還是會覺得 欸我眼睛這邊怎麼還是有點 黑黑欸 但我覺得其實就算正常 因為雷射本來就是要持續下去 它才能把我們這邊的黑色素沉澱打掉 這次呢小巷做的就是 淚溝的玻尿酸補充在這個地方 其實它這個補充之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跟我剛開始第一天 你們那時候看到的那個差別性 就真的差非常多 就填充進去之後 就凹陷被填起來 就不會有那個陰影產生 所以黑眼圈就會看起來比較沒有 這次呢小巷就是介紹 改善黑眼圈的療程 讓我們一起打雷射 改善黑眼圈 好那喜歡小巷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有開小鈴鐺 那我下個月應該還是會去做雷射啦 因為我覺得 真的要長期做 它才會改善 好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